上海的电竞氛围 上海的电竞氛围在国内 以及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这里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 创意团队和技术团队 不管是科技啊 文化以及工业 还有视觉相关的行业 都能在这里绽放自己的光彩 上海也是一个 让我能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岗位 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现在在电竞赛事运营商 英雄体育VSPO 旗下应风子部门担任PM 在电竞赛事运营行业内 已经算全球首屈一指的公司了 同时我们也参加过 各类大大小小的电竞比赛 我们公司在移动电竞方面呢 也开创了很多XR和AR的运用先河 比如2022年王总人耀世界冠军杯 总决赛开幕式的大屏内容 以及AR部分 还有刚刚结束的2023年 王总人耀职业联赛 春季赛决赛的大屏内容 整个人张开一点 大一点 张大一点 动肚棚的精度 要远高于市面上 大部分的动肚棚水平 而且我们在VR技术的加持下 可以在我们的动肚棚内 完整地还原我们制作的虚拟世界 原宇宙最初的那种概念 就是一个虚拟偶像 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我觉得原宇宙是 大部分人的一个混同的理想 因为我们可以在原宇宙当中 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是不受限制的 可以创造出很多 自己现实当中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有诱惑性 而且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情 我们在虚拟世界 以及在原宇宙这样的一个环境内 我们是有无限的资源 无限的技术手段 更效率更快地 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 一个效果 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 年轻人很多 从95年到09年 这一段出生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 被数字世界包围的一代人 每天都在接受不同的资讯 学习到不同的知识 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比较广 所以大家交流起来会比较流畅一点 在我们做创意这个环节来说 我觉得知识面比较广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养 在工作之余 可以自己拿上相机去 那个地方扫扫街 然后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来放松自己 上海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这里不光有文化有艺术 但同时它是相对理性 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对于文化以及艺术 这个行业来说 大家都是需要更感性一点 去发展自己的创意 所以我的理性 在这里有发挥之处 我的感性也有落脚之处 上海让我从一个 蒙蒙董董的一个状态 变成了一个 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应该为什么去努力去奋斗的一个状态 这是上海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和变化